10粒可以換一支棒棒 延伸上去,我放很多棒棒 原來10支棒棒可以變成一塊板 其實跟個拖到10、8的關係 整件事透過拼,小朋友就很清楚 再加上,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教矩 令小朋友掌握個十快的位置和讀數情況 例如我現在放兩塊板 多拿三條棍 還有一些粒粒,這個粒粒放在旁邊 我们试一下,有板板,棍棍,粒粒 现在因为有两块板板,所以这里是200 棍棍呢?这里有三条,所以这里是30 因为我给完板板,再给棍棍你,所以这个是加的关系 另外这个粒粒,看一下,和旁边的十棒棒不见了三粒 所以这里是7,同样地加7 当我们写完之后,小朋友就很容易读到 这个是237等于237 已经可以处理到一个很大的数值了